《绅士的品格》是一部讲述 40岁左右男女的爱情、离别、成功和挫折的故事 影片中的四个男人 金道震、林泰山、李正璐、崔润是多年的老友 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职业和人生烦恼 金道震和林泰山保持单身 而崔润和李正璐则分别在律师和咖啡馆工作中遇到波折 金道震自认高傲完美 偶然遇到的徐一秀让他一见钟情 然而徐一秀却默默喜欢着他的朋友林泰山 引发了一连串的情感纠葛 影片中四个男人被描述成绅士 在他们的行为中展现出了传统绅士文化的影子 但是同样也表现出了他们幼稚的一面 他们自认为成熟完美 但实际上却并不成熟 还存在着少年轻狂的一面 这种差异展现得淋漓尽致 令人忍俊不禁 本片重点描绘了中年男性的爱情和生活状态 情感的起伏和职场的压力展现得深入浅出 同时也不乏对于现代社交观念的反思 影片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和趣味的感受 总的来说 《绅士的品格》是一部很好的中年男性情感电影 值得观看